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道。 父母没钱了,中国留学生面临断供压力。 中国经济低迷,内需违米不振和房地产危机, 直接影响到很多小企业的生存和中产阶级的收入。 这也给在海外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经济压力。 一些人已经无法再依靠父母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面临的资金困境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留学断供已经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热议话题。 2019年,当张晓在美国读书时,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靠打工来支付大学学费。 据美国财经新闻CNBC报道, 这名24岁的中国留学生目前正在阿拉巴马州一所大学攻读设计, 过去的开销一直是由国内父母支付。 但在去年10月,父母告诉他, 他们面临现金流问题, 无法再为他在美国的学业提供经济支持。 那时,张晓的钱只够付三个月的房租。 此外,他还需要再支付一个学期的学费。 张晓说, 我没时间感到悲伤, 因为我需要尽快赚钱来支付学费和房租。 并补充说, 父亲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投资了制药业, 但此后遭受了巨大损失。 在眼睁睁地看到财富和投资缩水后, 父亲不得不告诉他, 无法再支持他在美国接受教育, 并愿意为他购买回国的机票。 为了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经济困境, 张晓开始寻找兼职工作, 例如保姆或校园工作, 但这并不容易。 一个月后, 他才在另一个州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 从去年11到今年1月,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 他说, 那段时间我很累, 没有时间学习, 但至少我赚了足够的钱来支付下学期的费用。 张晓的例子并不是个案,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他的经历变得越来越普遍。 彭博社此前也曾采访了多名中国留学生。 这些学生都讲述了父母经济状况, 在国内受打击, 难以承担得起昂贵的海外学费的故事。 艾米利·熊就是其中的一位。 彭博社报道, 他在英国博明汉读育科班, 并希望能在海外上大学。 当他在寒假回家时, 父亲告诉他, 他的生意陷入困境, 对破变卖资产以维持生计, 而且还需要昂贵的医疗费用。 虽然熊回到了博明汉, 但母亲告诉他需要考虑到学费低的马来西亚留学。 他说, 尽管在英国留学更好, 但他也只能做父母能负担得起的选择。 纽约的教育咨询公司 青幼教育对彭博社表示, 在疫情之前,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很少成为问题, 但在最近接受其咨询的中国学生中, 有10%的人因为资金不足而改变了留学计划。 经济学家们认为, 这些学生的困境凸显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脆弱性。 当经济形势恶化时, 他们几乎无可依靠。 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经济安全的假象, 但他们缺乏真正富裕阶层的多元化资产。 自去年以来, 在中国社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 留学断供标签已有462.2万次浏览。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因家庭财富缩水而陷入经济困难, 许多人在网络上求救并寻求如何应对的建议。 小红书上的相关话题有, 英国留学断供如何自救, 每本留学突然断供, 家里一分也拿不出来了, 留学断供, 当中产家庭突然跌落等。 到目前为止, 中共尚未解决持续数年的房地产危机。 由于70%的家庭资产与房地产有关, 因此, 该行业的崩溃对许多中国家庭来说, 意味着突然的逆转, 也进一步影响到在海外留学的子女。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黄云、洛亚报道。 杜文报官场黑幕, 中共政治秩序已失控。 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 向习近平喊话讨要银元事件, 引发舆论发酵。 近期, 杜文向大纪元披露了中共官场 一些喊为人知的内幕。 他表示, 中共上下都在集权, 官场已经失控, 中共一意孤行下去, 只会遭到至高者的致命打击。 中共政治秩序已失控。 杜文因不愿与上级同流合污贪污和挪用公款, 被上级做局限冤狱12年。 杜文在《新闻大家谈》节目中披露, 我在高度戒备监狱关押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关在植物犯监区。 那个监区集中关押了差不多350个处级以上的中共官员。 前中共官员啊, 你像前市长呀, 就书记夹在一块, 能拉满一大巴车。 内蒙古官场贪腐极其严重。 在内蒙古通辽市, 已经有五任市委书记落马, 分别是墨建成、 附铁钢、 宋亮、 李杰祥、 杜子。 杜文对大纪元说, 中共当局以丧失管理能力, 大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 都是腐败分子, 大权大腐败, 小权小腐败, 没权想腐败, 只有想腐败而没有机会。 抓一群腐败分子, 抓书记、 市长这些, 那么多作恶的人没事, 逍遥法外, 有法不一, 执法不严, 滥权王法四处可见。 他认为, 中共政治秩序已失控, 我说的失控, 每个人都可能是习近平, 现在不是一个习近平在极权, 是千千万万的习近平在极权, 是每一个掌握点权力的人, 就是习近平。 这个时候就说, 各地区各部门, 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督和纠正, 都变得蔑视法律, 无所顾忌。 他说, 他想把一切权力揽到手上, 没好的想象, 后果是, 监督体系各方面跟不上以后, 就秩序乱套了。 杜文表示, 现在目前的中共政治体制, 已经丧失了进行重大政治变革和转向的能力, 他身边又被一群蠢货给包围着, 甚至被一群贪污腐败分子包围着。 大家面同心围,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你看他多少政策, 上面出台的政策, 下面不执行, 下面说咋干就咋干。 他已经丧失管理能力了, 已经丧失了自我革新, 已经丧失了自我监督, 自我纠正能力全部丧失了。 他说, 面对汹涌民怨, 中共只剩最后一招无嘴。 杜文说, 总之是国家政治体系出了问题了, 受苦受难的是谁? 是老百姓苦。 实际怎么样? 中国老百姓谁不知道呀? 打开社交媒体, 抖音, 看看视频号。 虽然千方百计封禁, 无论如何不让老百姓说真话, 你可以看一看多少冤屈, 多少悲苦。 在大陆网络上, 不断传出河南储户县绝境, 家属无前看病身亡男通遇难女孩家属, 被全天监控等消息。 与此同时, 中共各级政府想方设法禁止民众喊冤。 4月29日, 上海律师杨卫华在网络平台发视频说, 他和他的团队因代理案件, 在江苏素签市调查取证, 需要打印相关材料, 被告知不能为其列印, 因为江苏素签公安有规定, 禁止打印店打印设计控告、 信访以及宗教内容的材料, 一旦被发现将面临2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杜文说, 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来说, 禁止老百姓民冤这种事是绝对找不到的。 但你可以看现在, 打印信访资料都不让了。 不让你说话, 有冤不让你说, 你说就抓你, 只有像畜生一样去服从这个党。 他在持续打压上访, 持续加大网络管制, 这实际是中共丧失治理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 他说, 面对汹涌的民意反弹, 他们将狼裁尽, 前驴即穷, 只剩下最后一招, 就是捆锁无嘴, 镇压这一条路。 再这么继续下去, 崩溃是一种必然。 小粉红的觉醒都是千刀万寡疼醒的。 有谁不是受迫害群体? 有谁不是受害者? 都是受害者。 杜文认为, 其实苦难有个好处, 就是能让人觉醒。 他说, 人被洗脑以后, 在心理学上会丧失正常的情感和判断。 他认知都会发生改变, 不知道反抗为何物了, 不知道思考为何物, 用国家叙事代替个人思考, 一切都是中央电视台那一套, 没有自己, 他不是个人。 我接触非常多的人, 粉红的厉害, 之后被拍了几个耳光之后, 一下子就不粉红了, 这个我见多了。 很多的觉醒都是千刀万寡疼醒的。 在走线来美的年轻人中, 就有不少这样的人。 曾当过兵的粉红林林, 对大纪元说, 疫情期间, 中共干了很多坏事, 这都让他彻底觉醒。 疫情期间, 连管理小区住宅的这一伙人, 都在明目张胆地赚钱。 老百姓本来就没有收入, 这么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你就是土匪啊! 他们仗着有这个职权, 四处横行霸道。 人们不能发表任何情绪信息, 不能有情绪, 只要一张嘴, 就是犯罪。 因为在家被关了几个月, 林林冲着窗户向外面喊了两下, 发泄情绪, 立刻就被一群人强行闯入家中, 他被带到了公安局, 认为他扰乱社会秩序。 中共一意孤行下去, 只会遭到制高者致命打击。 在中国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同时, 中国的天灾人祸, 近年也越来越频繁, 包括广东在四月罕见爆发洪灾, 煤大高速公路突然塌陷, 酿残货等。 杜文认为,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要下罪己诏, 要去祭天的, 要去自省的。 在中国古代皇帝时代, 这是天怒人怨的体现, 这就是异象。 一意孤行下去, 那只会遭到制高者的致命打击, 那毫无疑问。 你那李克强, 前年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边做报告, 那边天安门广场白日变成黑夜, 这种天机异象, 一定是有出大事的体现。 你看后来的, 这么年轻就死掉了。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觉得,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说, 还有一个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 就是疫情。 5月1号开始, 又要对外面进来的人说抽查, 做核酸检测, 就是整个世界, 已经没那么多人在意了, 但是国内这个疫情, 它的感染多少亿的轮回。 我问了国内人, 现在这个疫情, 等于没离开过, 但是他突然变这个名称, 变那个名称, 就是不再提新冠这个词了, 这个也是挺奇怪的。 在疫情爆发之初,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对于中共政权, 杜文表示, 就是说电影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人类历史都说得很清楚, 倒行逆施到一定程度之后, 自然就崩溃了, 没有万年不变的东西。 你执政, 那也是历史的安排, 那也是造物主的安排。 他表示, 当任何一个邪恶的组织, 任何一个邪恶的人, 他天怒人怨, 之后必引发至高者致命的一击, 是绝对的惩罚, 那是必然的。 但这些事情, 不是我们人所能左右的。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